江蘇省延城市市余城管週一晚在驅趕一對擺地攤的父子時 將他們拖入巷子圍毆 引發民憤 被數百人圍堵6個多小時 城管車險被掀翻 據現場圖片顯示 事發建湖新華書店門口 數百人將路阻斷 紛紛拍攝打人城管 現場有大批警察和特警維持秩序 擾攘至凌晨 用警車保護 打人城管離開 在網絡上發帖 自稱目睹事件並報警的陳先生 週五告訴本台 打人的城管直接掀攤雜貨 猖狂的行為引發民眾極大憤怒 再加上 該縣城管一直口碑不好 數百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自發將他們圍堵 當晚 還有許多人致電縣長熱線投訴 都看到了 那條4個商業界 那個下面都是搞小事的 因為我當時的時候我報警了 報警了他們公安局真的沒抓到他們了 目擊是非常多的組織人過去 找他們要不要走過來 所以等公安局過來處理完 覺得這個城管 這些部門確實太窝瑣了 經常會出現打人什麼這些的 這不是用武林來強行來要求暴力來自發 就說什麼擺地上 他們可能就是自己的身體著想 據當地民眾 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稱 百度建湖巴上有大量相關事件的討論帖 都遭當局刪除 但不少的消息仍在微信朋友圈流傳 在新浪微博上 有目擊者稱 看一個個武裝到什麼樣子 頭戴鋼盔 身穿防刺背心 手戴防刺手套 你怕什麼 老百姓是窮凶惡鬼還是凶神惡煞 同日 貴州省同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十余城管持線毆打三名新疆籍貪犯引發衝突 城管車被砸 引發數百人圍觀 據現場圖片顯示 印江廣場 人山人海 一名維族商販倒在地上 乘管車的玻璃被砸碎 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和特警清場 記者就此致電 同仁市政府 一名值班人員稱 不清楚事件 而印江縣政府的接縣人員表示 隨後鏡子掛斷了電話 記者又致電印江公安局 接縣人員稱 記者向涉事的印江城管執法局查詢時 一名負責人表示 當地正在舉行五城同創和美麗印江文明行動 事件發生時 新疆人佔到經營在先 所以城管局才對亂百賣進行執法 並強調當地對外地的少數民族的制度非常寬鬆 當時有派制作在處理了嘛 屬於這個治安小小的糾紛了嘛 印江這個地方有自治條例 新疆維吾爾族嘛 做生意我們肯定歡迎 但是你到印江都要遵守當地的制度 它還可以擺攤 但擺攤也要在這個規定的範圍內擺 現在就是搞這個五城同創 整治社會環境 市場管理 他們也不是說要排除歧視少數民族 新疆有個賣羊肉串的 在我們印江賣了十多年的都沒有出事了 你沒有到規定的地方擺攤設點 賺到經營 如果是我們當地人啊 他要把那些東西的募收啊 外來人好一點 在這個制度上還要寬鬆一點 但有不少當地民眾發帖稱 事件發生後 網絡消息被嚴控 有網民諷刺到 說要發照片視頻的 都已經被請去喝茶 如此掩耳盜鈴 欲蓋彌 自欺欺人之舉 真配得上文明現成稱號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 欣林的採訪報導 很高的記者 欣林的採訪 根本的採訪 太陽